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帶大家逛一個很讚的夢境島喔 大家趕快躺上床跟我一起去找夢美逛夢境吧 大家也可以輸入這個門牌號碼 讓我們一起逛這個夢境吧 在這兒 米修米修島 麻煩了 島主還很貼心做了一個導覽圖喔 耶 我們到了 是秋天耶 算現在也是秋天啦 不過它現在是楓葉的季節 好漂亮喔 我們先來看它的島崎 它的島崎呢 這是威士忌嗎 西施會每天早上在喝的那個 應該是吧 看來是個很喜歡酒的島主喔 我們先從 左手邊這邊來開始看 左邊這邊馬上就有一個賣酒的地方 看來是真的很喜歡酒 請問客人今天要點些什麼呢 你們看旁邊這個 這是孟佩還有彼得的鬆餅 這鬆餅看起來好好吃喔 旁邊的那個 應該是蜂蜜吧 我覺得蠻多人畫鬆餅的 可是呢 還可以把動物的臉順便畫在上面的 好像蠻少見的 很厲害的這個鬆餅 看來這算是一個 就是酒吧嘛 這邊喝酒 這邊也有其他的座位區 那這邊呢 應該就是 可能島上會有一些 表演者 在這邊表演給觀眾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島上有誰 有傑克 有阿伊 跟我島上很像耶 也有小潤跟耳光 有四隻是我島上有的動物耶 另外呢也有朱古力 紅花跟圓圓 很多隻貓 然後茶茶丸也在 彼得跟孟佩也都有耶 難怪他那邊鬆餅會有這兩位 愛孟佩 啾 大家都在啾 我想還是從機場這邊來開始介紹好了 所以我先跑到機場這邊來 然後再沿著他導覽圖上面的路線 來逛一下這整座島 他機場的設計也很酷 這樣一出來這邊就有一條路 這邊也有一條路 那這邊也有一條路 那我應該先走哪一邊呢 我先走左邊這邊好了 這邊有個南瓜田 他南瓜田是這樣子斜線種的有沒有 很酷耶 各三顆 可是他不是整齊的排好 是用斜線的 1 2 3 3 2 1這樣的排法 南瓜田的旁邊是他的狸貓商店 他已經準備好各種萬聖節的道具了 買了很多南瓜喔 這邊還有用雨傘做成的蘋果藍耶 這邊也有 這個上面還有番茄跟胡蘿蔔是不是 這設計好厲害喔 下面有個海灘 這邊呢 這邊呢 這個台子的設計好漂亮喔 這好像真的有個台階 喔 小潤跑進來了 這邊呢有提供一些玩水的用具 這邊走進來是耳光的房子 我覺得這裡也太厲害了吧 你們看我現在腳上踩的地方 他其實原本是沙灘喔 然後他用我的設計鋪了這些木板地板 而且你們聽我現在跑步起來的聲音 感覺就像踩在地板上 不是踩在沙子上對不對 再加上他居然在沙灘上 用了這個樹叢的圍牆 你能想像在沙灘上的房子 可以蓋得這麼漂亮嗎 我覺得這塊地方非常非常的厲害 耳光住在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狸貓商店的另外一側 則是放了很多水果 過橋之後這裡是彼得的家 彼得的房子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比較鄉下農村的地方 把乾草舖拿來當成椅子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想法 雖然坐上去就直接躺下來了 但躺著吃東西也很棒對吧 而且很特別的一點是你們看 旁邊那個像是農舍的地方 他的屋頂是用太陽能板 但是用這個角度來看是不是就很像一般的屋頂了 然後彼得家前面還有一個足球場 你可以在這邊踢足球 沙灘足球 地板上面這個設計也是很棒 再來彼得旁邊這一棟應該是朱古力的家 朱古力的屋頂是紫色的 所以他在旁邊也種了一堆紫色的風杏子 非常的合適 那可能朱古力是成熟個性的 這邊也有放了一些符合成熟個性的 洗衣服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甜點 感覺是貴婦的下午茶 朱古力家前面也有這一片沙灘 非常的愜意 而且沙灘上面鋪這個地毯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地毯啊 坐墊啊 甚至是吊床還有兒童帳篷 都是同一色系的 看起來就非常的舒服 我想問為什麼有這麼大塊的石頭 可以做這個區域呢 我島上沒有這麼大塊的石頭 這石頭也太大塊了吧 大到可以讓他鋪兩張地毯在這裡 然後還放一個很大的桌子 還有這個兒童帳篷 都是很占位置的東西 我也想要有這樣的石頭啊 這真是可遇不可求 另外海岸這邊有一間 這應該是花店吧 這邊還放了這個超好用的復活節盆栽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是這個東西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它是什麼東西組合而成的吧 這個路邊攤的架子 然後架子前面 它做的這個有洞的那個看板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洞看到裡面的商品是在販售什麼 然後它又在這個看板下面畫著輪子 看起來好像這一整台是可以拿來推動的有沒有 超厲害的這個設計 那這一間呢是孟佩的家 感覺它很喜歡孟佩喔 所以我們一開始進來那個松餅上面才有孟佩的臉 那孟佩的家前面呢是一片花園喔 所以旁邊那個花店也是它開的嗎 兩個位置很近喔 所以可能就是孟佩開的喔 這邊呢它有照顏色 種出了黃色橘色跟粉紅色的風杏籽跟玫瑰花 那孟佩旁邊呢就是小潤的家 兩隻松鼠住在一起 看來是島主島上的官配喔 而且小潤家前面也都是放著花喔 所以可能是他們兩個一起經營這個花田的 從他們房子往裡面走 這邊是秘密沙灘 這邊可以上囉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看吧 這裡是圓圓的家 圓圓家前面放了一個搖椅耶 是老奶奶的設定嗎 而且呢好多書喔好多書 圓圓應該是普通系的吧 所以喜歡書是很正常的 而且大家仔細看的話會發現圓圓的房子呢 是藍色加黃色 它在門口呢放了這個蓮翹花 也是藍色加黃色的配色 還有後面的書架呢整體上看起來也是藍色加黃色的 佔大部分喔 所以這些東西全部放起來就非常的和諧 這邊應該就是從狐狸那邊搜刮過來的戰利品 這裡讓我想到了獵人的有客新拍賣會 這邊呢是傑克的房子啦 傑克的房子呢跟剛才圓圓一樣你們看 它房子主要是黑色加上綠色的 所以它在這邊種這些黑色的花 也是黑色加綠色的 還有旁邊這個也是黑加綠的感覺有沒有 跟貓草 顏色統一起來就變得超好看的 另外大家有沒有發現它後面的壁板 壁板的上面好像有個欄杆的東西對不對 那個其實是書桌床 書桌床的高度放在壁板的後面像不像欄杆呢 木欄杆 超好看的 另外一個我想要特別講的東西是 你們看它的圍牆 是兩種圍牆混在一起使用的喔 西洋風柵欄跟樹叢 然後西洋風柵欄呢 因為它中間柵欄有空隙嘛 所以後面再加個樹叢 超級適合的對不對 剛好可以透視過去看到後面的草 我也推薦大家可以用這兩個柵欄來做搭配喔 這邊有珍奶墊 可以在這邊買手搖引 坐在這邊喝 而且你們看它這個墊面呢 也是做三層的 然後第二層是用樹叢 第三層一樣是用那個書桌床 這樣疊起來超有層次的對不對 我覺得好厲害喔 這邊是它的服飾店 服飾店旁邊有一個座位區喔 那這邊呢也是一樣 第二層使用樹叢第三層 用了書桌床樸 下面這邊呢放了這個等候的椅子 電話亭 然後加上這個行李箱與路燈 顏色都很一致對不對 用起來很好看 而且這些家具放在一起就有一種旅人的感覺喔 這邊呢 則是賣了很多甜點喔 這一箱應該是咖啡豆吧 也是用雨傘設計的 雨傘真的是很好用的東西耶 這邊呢看起來是在賣盆栽的喔 有很多種各式各樣的盆栽 看來島主是個很喜歡花 很喜歡植物 很喜歡植物的人 然後這邊呢也是用路邊攤 加上這個板子 中間挖個洞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另外一邊的植物 這個設計真的超讚的 過橋之後呢這邊哇 也是應該跟剛才一樣是同一間盆栽店吧 也是賣了好多種盆栽 而且你們看它二樓的地方 超級好看的 不只堆疊起來而且非常的有層次感 這邊呢還有一個勘台喔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對面的博物館 可以坐在這邊的椅子上欣賞風景喔 然後這邊呢我覺得特別厲害的是這個 這是鞦韆椅吧 鞦韆椅放在這邊然後可以當作欄杆 這個想法很酷對吧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站得更前面一點 我們看剛才我們從下面看上來 盆栽的地方 這些上不去的地方它也佈置的超讚的 沒有放過這些小細節 這邊呢有一個郵局喔 好酷喔後面那個壁板 然後這邊呢有個古董寫字桌 然後這個三層地墊呢 它用這個設計看起來很像郵寄的包裹有沒有 郵局的左邊有個小小的圖書室 但音樂播的有點大聲喔 難怪沒人在這邊看書 哇這邊上來 你們看這個鞦韆椅用的真好 鞦韆椅加上這個真葉樹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對面那邊有個新月椅 這邊風景也太讚了吧 好適合在這邊就是看煙火大會啊 或者是流星許願啊 看天空的地方這裡最讚啊 超棒的 這邊有個唱片堂喔 我超喜歡唱片堂的 唱片堂的左邊還有個樂器墊 對啊 我怎麼沒有想過要在自己島上做個唱片堂呢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空間喔這裡 這裡是它的露營地 哇好大的露營地喔 這個為露營地的客人準備的太周到了啦 原木系列的家具跟露營地真的是絕配喔 超好看的超搭的 然後你們看它右邊這裡呢 樹叢後面的雜草呢 是不是就更有野外感了 放那些雜草在那邊 往這邊 哇這是剛才我們看到的新月椅 原來它旁邊圍著這麼多石頭啊 這樣看得很像要進行什麼奇怪的儀式喔 坐在上面被當成祭品 這間店看起來就好香喔 我的天啊 這些帽子到底是怎麼畫的啊 看起來好好吃喔 跟這個派長的一樣耶 哈哈 這裡放了很多各種節慶看得到的食物 再來呢這個雨傘做的法國麵包 旁邊這一欄應該也是蘋果吧 這些東西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這邊賣餅乾的 耶 這裡是阿一的家 它都會為島民的房子顏色 然後去搭配周邊的家具顏色 你看透一桌 是不是很適合阿一啊 透一桌超讚的吧 再加上上面的乳清蛋白搖搖杯 還有你們看右邊衝浪板的顏色也是紅加白喔 這一整塊就超級有阿一Fu的 再來是茶茶丸的家 茶茶丸它房子旁邊居然是放書櫃 因為茶茶丸看起來不像是喜歡看書的人 還是其實它意外是隻很聰明的羊呢 它在這一塊小地方呢 做了一個綠菊花的花園 我覺得很酷的是它在這個桌子上面直接放樹苗 直接放在上面 意外的很好看耶 這樣小小的一塊地做這樣的運用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再來這裡是它島上澎花的家 澎花的家旁邊就非常的少女 不愧是元氣系的 這邊都放一些粉紅色的東西 還有這個傘 島主 這位島主也是粉紅色的 特別是澎花家前面的這塊區域 這邊剛好擺了八張墊子 不過島上來了八個人是不是剛好可以圍在這裡 好像會非常的熱鬧喔 而且你看它全部的色系 都是用白色加粉紅色建構而成的 超好看 這邊還有一個隱藏的小小酒吧 看來是真的很喜歡喝酒喔 你們看這裡是不是很厲害 他們直接在服務處前面蓋一個二層的 然後一樣用鞦韆椅當成欄杆 很厲害的是什麼 在這邊你們看跨年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會很讚 在這邊看煙火的話 我覺得是個非常非常棒的跳望台 這洞豪宅是怎麼一回事 好厲害喔 房子突然變很大間有沒有 房子旁邊這應該是壁板嘛 然後壁板上面那應該是日式的那個圍欄 圍欄的後面再放兩個古倉 古倉的顏色跟房子的顏色 屋頂顏色一樣 合在一起 合體之後就變這樣一棟超級大的房子 然後前面的欄杆椅是用萬聖節的柵欄 加上樹叢 兩層疊在一起 看起來就是一個超級的大豪宅啊 從豪宅旁邊這邊還有一個私人的小沙灘 我的天 坐在這裡也太好看了吧 你們看它地毯 是這樣子的一個菱形形狀的 不是正方形的 所以用在這裡非常非常的好看耶 這太適合拍張照了 再往上面走呢 這裡看來是看電影的地方 我也想要在海邊聽著海浪的聲音看電影 感覺就是非常的舒服啊 如果旁邊還有在賣一些零食的話 那我們就進來看一下這棟豪宅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看這個擺設應該 應該是飯店之類的 你看它這邊有做一個櫃台 這邊像是一個等候室 室內裝潢不馬虎喔 不是那種外面蓋得好像很厲害 裡面卻是空的那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房間裡有什麼吧 喔 這我看得出來喔 這是在做腳底按摩對不對 對不對 雖然身為客人的我 現在坐不上去那個位置 但這個凳子應該就是 那種腳底按摩的師傅 來客人我這邊幫你按一下 這裡會痛是不是 這樣你這邊會痛的話 表示你腎臟很不好 來忍耐一下喔 哈哈哈 喔 這邊就是全身按摩的吧 我最喜歡這種的 因為我很怕痛 所以腳底按摩我幾乎不去 哈哈哈 全身按摩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很常腰痛 只是疫情的關係 我也好久沒有去給人家按了 希望按摩店 還有辦法生存下去喔 請撐一下好不好 辛苦了 辛苦了 這也是按摩的嗎 精油的嗎 哈哈哈 你看這邊 唉唉可以泡澡 哇 這個很讚耶 你們看 這個算是更衣室 可是在更衣室上面放了蓮蓬頭 它就變成淋浴間了 這個想法很厲害 變成有隔間的淋浴間 喔 下面又是酒吧 哈哈哈 真的很喜歡喝酒喔 還是其實不是酒 咖啡店嗎 這邊有咖啡 這邊有賣一些餐點 哇 整體設計超級讚的 色調也都非常和諧 都暖色系的 喔 樓上這才是酒吧 樓下是不喝酒的人才去的地方 哈哈哈 樓上這邊櫃子上很明顯就是在賣酒 哇 這邊看起來就真的比較像大人會來的地方了 桌上的樹果燈我才發現是這個顏色 因為我之前一直以為它只有一種顏色 原來可以改造成這樣的顏色 還蠻好看的 這棟豪宅 不簡單 我剛才以為那一棟房子已經是豪宅了 然後我現在看到了什麼 哈哈哈 這是什麼 超級大豪宅耶 我的天啊 這兩棟房子連在一起 並在一起耶 兩棟房子這感覺就是那種 美國的影集才會出現那種超級有錢人住的地方 比佛麗山莊是不是 前面這邊還有放一個噴水池 房子旁邊呢 你們看 它這個斜的地毯真的是用的超好看的 而且這邊放個 茶壺坐墊放在旁邊 然後這種感覺很高級的傘 真的超有那種貴婦在這邊 在豪宅前面聊著天的感覺有沒有 那我們來偷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說不定超級大豪宅裡面卻是空的吧 還有蟑螂之類的 喔 看來沒有喔 這邊它用了很多感恩節系列的家具 也都是暖色系的 黃色 橘色 深的木頭色 而且它很巧妙的呢 用書架把另外一個房間門的出入口給擋起來了 這樣我們就少一個房間看啦 另外這邊呢 這邊放了很多書喔 還有樂器室是不是 有鋼琴 有大提琴 還有這個啊 一堆錢 這個我可以拿嗎 哈哈哈 帶一些回家 坐在這裡是不是感覺自己都變得很有知識了呢 另外這邊呢 你看它這邊還做了一個這樣的門 所以我猜進去應該是浴室或廁所 啊 被我猜對了 這裡就是浴廁 馬桶 淋浴間 它淋浴間這樣用真的很厲害 更衣室加上蓮蓬頭 整體的顏色就是用綠色加白色 顏色只要對了整個畫面就真的是超好看的 只是 為什麼 浴缸要放在中間呢 到底要怎麼加水進去呢 這是我長久以來的疑問喔 哈哈哈 我們要自己搖水然後一盆一盆的把它給裝滿這樣嗎 因為有時候我看一些外國的影集 他們浴缸也會放在這種 看起來不像是 很好裝水的地方耶 哈哈哈 到底是怎麼用的 地下室也是放了一堆書喔 還有一些獎盃啊 這邊看來可以辦公喔 牆上也掛了各種獎座 哇 二樓的這個壁紙超讚的 大家冬天的時候絕對不要錯過這個壁紙喔 如果你還沒入手的話 今年冬天不要錯過 因為它就是這麼好看 那這邊它一樣是用米色加上綠色來點綴喔 整個房間色調 超好看的 這個顏色的感恩節家具呢 也是意外的非常搭對不對 再來換看另外一邊 這邊 這邊就跟旁邊那一棟長得很不一樣喔 這裡比較算是兒童房吧 這邊呢 這裡比較像是媽媽的地方對不對 這邊有一些媽媽系列的家具都在這個角落 這邊還有裁縫的 所以這是客廳嗎 小朋友與家長共同相處的空間喔 喔 這邊也有這個門 該不會又是預測了吧 喔 不是耶 這裡是廚房 然後從壁紙的選擇跟家具的使用 它一樣都是用綠色加上木頭色 這也是書桌耶 哇 右邊這邊 植物間耶 還有養一隻小鳥 哇 看來島上會有這麼多賣花賣盆栽的 就是因為住了這一個 這裡動人家喔 他們負責買回家 這間房間超好看的 而且你們看這張桌子上面放的家具 雖然桌子上面放滿了四樣東西喔 可是完全不會覺得很死板 這個排列非常非常的厲害 再來是地下室 這邊也是用一樣的方式呈現淋浴間 這邊木製的馬桶 這裡呢 就是一個和風的小套房 不對 應該說大套房 就是感覺飯店呢 你去住一晚 就要兩萬塊的那種 很貴的飯店喔 哇 這邊看起來就是比較像 一般正常人的房間了 那房間整體色調也都是這種 木頭色加上綠色的 感覺來去做搭配 包括Switch的主機也是這樣的顏色 如果大家室內真的不知道應該 要怎麼來佈置比較好 就是建議你先把一樣顏色的東西都先找出來 就很容易配得很好看了 我們現在才發現這個豪宅要拍照 是不是應該要再包含這兩座 哈哈哈哈 天啊 這個景色這樣真的可以嗎 太厲害了吧 這棟房子 它浮處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角落 也是這樣斜的地毯 這邊還放一個Switch Lite 可以直接躺在這邊 坐在河邊玩Switch喔 超讚的 好啦 我們成功的 把整座島給逛完啊 超讚的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那個豪宅 太厲害了 兩棟房子併在一起 大家如果也喜歡這樣的風格 就歡迎輸入夢境號碼 一起進來參觀一下吧 也許可以成為大家改島上面的參考喔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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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